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乾隆皇帝也不会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盛世 乾隆是非常幸福的 他爹苦干十三年却被人骂了数百年 乾隆只是躺在雍正的功劳度上 轻轻动了动手指 就让后人赞颂了数百年 乾隆皇帝生前夸耀的十全武功 实际上水分很大 在争法缅甸之战中 实际上 双方仅仅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 便大打出手 乾隆皇 帝龙颜大怒 竟然派出了几十万军队前去攻打缅甸 结果被缅甸打地落翻流水 最终不得已签订合约 乾隆皇帝驾崩时 将大清国很多的奇珍异宝和名人自画带进了坟墓中 这让乾隆皇帝死后也没得到半点安宁 1928年 孙殿英炸开了御林和东陵 将其中的珍宝洗劫一空 乾隆皇帝的尸骨也未能幸免 据当时史料记载 乾隆皇帝的尸骨 被士兵抓着花白的辫子扔出了棺材 等到满清以老前去收尸的时候 发现其头骨已经被压得粉碎 可怜一代帝王 此后竟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乾隆皇帝一生酷暗写诗 他一生写下了四万三千多首诗歌 这是什么概念呢 全唐诗其中共收录了两千多位诗人 才收录了四万八千多首诗歌 乾隆皇帝一生 等于写出了一部全唐诗 平均算下来 乾隆一生每天要写一点三首诗歌 如此勤奋的乾隆皇帝 足足写了四万多首诗歌 可为何为 有一首诗留下来呢 因为乾隆皇帝写的诗歌实在是太烂了 乾隆皇帝写的诗歌究竟有多烂呢 小编选出了乾隆写下的最烂的五首诗 让大家一睹其诗歌风采 除夕此日乾隆西 明朝嘉庆年 古今难得者 天地惜恩然 父母敢言谢 心神增一前 进城老人说 云诗性能全 拍案惊奇 这不就是朋友圈的打游诗吗 如果清朝有朋友圈 恐怕朋友圈打游诗的始祖就是乾隆 过蒙古诸部落小儿五岁会齐驼 如名为良乐则那 枯落青沙翻得意 铁鱼血腹舞天魔 拍案惊奇 这首人物诗歌真是轻描淡写 让人仿佛有一种读白话文的感觉 完全没有任何的美感 永花一朵两朵三四朵五朵六朵七八朵 九朵十朵十一朵 飞入草丛都不见 拍案惊奇 据说最后一句诗还是大臣们给补上的 如果没有最后一句诗 这还算是一首诗吗 黄瓜菜盘佳品最严惊 二月长新喜 定评 鸭架坠离偏有致 田家风景会真情 拍案惊奇 贤农皇上吃黄瓜吃高兴吗 随后来了这么一句 可这首诗怎么越看越像是顺口溜耳啊 高齐配指头画虎节选 铁领老人眼里留 画不用笔用指头 纵横挥洒饶齐曲 晚年守法迷景久 魏无然者画仓虎 气横忧客寒嗖嗖 落墨衣是鸭雀臂 着色欲罢豺狼愁 拍案惊奇 这首诗歌就算是六岁儿童都能看懂 虽然平易近人 但是却让人感受不到一点诗歌之美 参考文献 青史稿 乾隆玉智诗 随